cdon 你下一 liebe收看是 餐菜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餐菜時光會客室 由公視新聞議題 visited P&N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制度性 历史性或者是在政策法规上面 等等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劳基法 刚刚通过没多久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谈了很多次 就是这个劳基法新版的修法 其实政府把很多 有关于本来应该要保障劳工的权益 全部交给这个所谓的劳资协商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在台湾的工会的力量 并不是那么的强大 那在同时这个在劳资协商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没有工会 甚至这些所谓的劳资会议里面 这个资方还有很多的方法去上下起手 可是在这个1月10号 这个劳基法完成修法 没多久 其实美丽华球场的高球高与副球场的 就无预警的这个呃 这个之前的18名的员工 其中有12位更是工会的球员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当然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 绝对不是在高呃 这个所谓的单纯的劳基法修法期间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美丽华罢工小组成员 同时也是宜兰产总的秘书长 陈明珍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明珍你好 大家好 老师好 明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罢工事件的前后 因为你们在1月9号 1月19号早上4点呢 就这样宣布罢工 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一直到现在 我们录影的这个历程 当经历过了哪些事情 好美丽华球场的罢工其实是 起因是在从那个今年元月的11号开始 那其实这个工会成立一年多 那在元月11号的时候 公司就无预警贴出了一张公告 那那张公告上面基本上写的就是说 他要解雇18名常务人员 常务人员是我们这一次罢工的 全部的主要成员 那其中就有15位是我们的工会的成员 这样子那包括李坚士啊干部也在里面 那我们甚至有听说就是其实 总共40名的常务人员会被 会在过年之前被分三批解雇掉 所以其实他不是 这一波不会停止啊 所以当时那个工会干部就紧急 紧急召开临时理事会 然后隔天就到劳动部前面澄清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讽刺 那为什么到劳动部呢 就是因为10号刚过劳即发嘛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辩论 包括劳工有没有办法 自己有溢价的能力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过去 也因为有工会经验 所以其实也非常多次的表达 其实就现在台湾社会的 劳工的溢价能力是渊源低于脂肪的 那如果劳机法这样子修二的话 其实会造成的影响是 不是只是文字免的 而是脂肪会透过各种漏洞 或者是欺骗啊 或者是压榨的方式 让劳工去承受比较不好的劳动条件 那其实所以我们隔天才会去劳动部啊 就是他要彰显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美丽华的呃 呃的呃呃员工我就算成立了工会 那也其实资方想要做什么 他也是只要她想做就可以做的 所以才会在隔天到呃 劳动部前面开记者会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说 他没有办法见效嘛 所以呃公会成员也同时送了条解 那条解的事项 那包括反外包派遣嘛 因为这种外包派遣的事物 在很多公司都重复的上演 就是我要用比较低廉的廉价的人力 所以我用同样的工作 但是我用外包商 或者是我用派遣工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我们主要数就是反外包反派遣 那当然同时因为公司为了打药工 会取消到今年的年终奖金 所以我们也要求就是要1.5个月的年终 以及就是公司也非常久没有调薪 那常务人员的薪水很低嘛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可以跟着 所谓赖清德院长讲个公务员调薪3% 那我们的员工也来调薪3% 那所以我们的诉求总共就是反外包 反外包也反派遣 那这个其实就内涵了要把这18名成员 就是应该要回到工作现场也涵挂进去 那然后年终真是1.5个月 然后再加上薪水调3% 是我们这次的诉求 那为什么是凌晨4点开始的这场罢工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球场的营运在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是5点就开门了 然后会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间 因为它都是一定要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那夏天可能会再早一点 因为夏天的太阳升起的比较快 落下的比较慢 那就会比较晚打烊 那基本上这些厂务人员他其实的工作就是非常的 就是他厂务就顾名思义他就是要去整理现场 那高尔夫就厂其实腹地非常的大 那他们就40个员工 当然是还有人会休假嘛 那就要去那就是要去做草皮的修剪啊 然后去处理那个高尔夫就这样吃马的问题 因为其实18栋不会每天都这样一样 他们会要安排你要打完这栋要走去哪 所以他也要去放那个尺柜 就他们其实工作很复杂 然后磨砂啊等等的 如果砂子太多的话 所以他们都会比一般的会馆人员 就是可能是在会馆接待来宾的这种人员 还更早上班 所以我们为了要阻挡 阻挡第一波上班的人潮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就在凌晨三点半呢 在附近的土丁宫廟有一个祭拜仪式 希望罢工可以顺利 然后四点就正式在梅丽华球场的门口 还拉起罢工封锁线开始罢工 那到今天呃今天礼拜五嘛 所以其实已经一个礼拜了这样子 对嗯 所以呃可以这么介绍一下 他们目前的这种所谓的产物人员 他的薪资的状况 以及每天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吗 另外一部分你刚刚谈到说 这一次的诉求之一是所谓的反外 呃反外包反派钱 那这些产物人员也都是外包跟派钱的工作形态吗 呃并不是他们是直接受雇于美丽华 呃这个开发公司的 但是其实从去年底开始就有 呃有陆陆续续传出说要把整个产物外包 那其实我们合理的怀疑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呃 100105年底的时候美丽华工会呃开始筹筑 他们其实是从产物人员开始 那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会成员都是产物人员 那这个部分其实他一直在 其实公司就陆续在威胁说 你们再炒我就要外包掉啦 那以前就觉得他只是吓吓我们 但是他其实现在是真的要来 看起来是真的要来之前这些员工 然后把整个产物部都外包出去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是 他当然有节省成本的考量 但是我们会认为他其实比较呃 他比较重点还是希望可以把整个工会 整个消灭掉 因为工会就是目前都还局限在 产物人员的部分这样子 对那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产物 所谓的一种解雇的过程 基本上来讲一个合理的怀疑 就是他要逐渐的转成一种外包的 这种所谓的雇佣的关系 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去走 事实上对这些劳工的权益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损害不是吗 是啊 但是对对老板来说两个嘛 一个就是省 如果可以真的包包 标到比较低可以省成本 因为基本上外包省 第一手省的就是老健保 因为你不是我的员工嘛 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工会 其实刚成立是个很新的工会 但是一成立就马上帮全体的员工 有争取到加班费 其实有大概长达五年 五年缺没有没有完全给付 那透过四次的调解会 其实有全体都争取到 然后工会其实接下来也在争取的是 包括有人的到职日被吃掉啊 然后没有好好的算特休假啊 以及他们排班的问题 因为他们其实球场的旺季 其实就是不同的事业单位来办 来办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人的这种联谊赛啊 或是像LPGA这种大型的高额护球比赛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忙 那忙的时候就会有变形公司跟停修的问题 那其实工会非常主要就是一直在争取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会认为业务量大的说 也不应该让大家变成变形公司 然后过劳的状态 那所以其实工会成立以来都一直非常的火弱 就是包括加班费是第一手就是来争取合法的加班费 那再来就是颁表要处理劳资协商的部分 其实是在这个解雇事件发生之前呢 工会一直在跟公司处理的议题 但是显然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公司没有诚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都有感受到 然后再来就是公司应该会把这个工会视为严重的 然后趁他真的壮大起来之前把它铲除 那我认为这一次的解雇行动 非常大的动机是在这边 刚刚有谈到说在高额复球场工作里面 事实上是有淡忘季之间的这个差别 可以简单一下说明这些所谓的产物人员 他们的薪资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是一种固定的薪水 那如果是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那在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淡忘季 他们之间的工时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例如说会不会在一些所谓的高额复球公开赛 这种所谓的大型的赛事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会更加的忙碌 而那个忙碌程度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们的底薪大概就是 2万9到3万这个平均 然后如果你加一些平常的津贴啊 或者是物餐费 然后再加上现在有的加班费 那可能每个人一个月大概就3万3 3万4这个钱 如果是常务人员的话 大概就这样 那更年轻的可能薪水是更低的 对那基本上他的淡忘季非常的特殊啦 就是他第一个厂务人员 但比较淡季就是季节性的 因为草在冬天就长得比较慢了 所以这一次其实老板解雇 是用劳息法12条的业务紧缩 但这其实不叫做业务紧缩 这叫做你经常性的就是冬 夏天长草长很多 冬天就是长草长很慢 那他们的工作就会相对 工作量就会相对比夏天少一点 这是季节性的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周末是最多球课的时候啦 周末是最多散户球课会来 除了会员登记 会员就是这个球场的会员 那同时在周末的时候 做最多生意的就是那个 就是没有会员证 可是来这个球场打球的客人 那像他们说的 比如说像过年春假廉假期间 其实就是类似这一种 就是有廉价 然后大家会想要来玩的时候 是他们所谓最忙碌的时候 那特别忙碌会用到变形公司 跟要他们停休的时间 就是大型的比赛 那这个大型的比赛 基本上就是办来 抬高球场的价值的 或者甚至让求证 更具价值的一个活动啦 所以老板会很重视 然后他们员工就是几乎 几乎就是要停休 然后如果有任何状况 就是要待命的一个状况 有点像我们办事大运啊 可能警察啊 只要待命的这种状况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也提到 这样的一个解雇事上 是一个秋后算账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工会成员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在这个之前 是有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为什么你们会强调 这是一个秋后算账的举动呢 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工会其实一成立 第一个他们也已经争取了加班费 然后这个加班费 争取的过程其实也不容易 我这边调解申请书就 也有写其实经过了四次 然后从二月送调解到六月才成功 那这个过程里面 之外是反反四复 加班费是法定的 包括国定家的加班费啊 以及他们平常的加班费 那公司都是没有给付 那工会其实很认真啦 就是帮忙去算出那个金额 那公司总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要不要打 要不就打字 要不就用底薪算 然后所以大家其实有很多争议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 工会刚成立 然后工会的所有的会员 有到场做调解 所以后来这个调解才成立 而且并且公司是把 不止会员 就是其他的员工 其实也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 是有领回的 那这个是第一桩 就是资方可能觉得他比较输的部分 那后来其实就是 后来其实就是陆续都有 包括劳健保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可能到指比较早 可是公司把他 劳健保开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这个状况在美丽华的球场 也是蛮多的 那也有申请过条件 然后不成立 然后再来就是 刚刚我讲到的颁表的问题 所以其实公司 公司一直都把工会视而言中定了 在第一场加班费的账之后 那公会其实一直很认真来做事 他是不停歇的在 处理他们长期以来的劳动问题 所以其实一直跟公司的关系 是相当紧张的 对那我认为到了冬天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冬天啦 因为公司就可以说 我冬天操长的比较慢 然后就随便用一个 业务紧缩的理由解雇 我认为公司是在等这个啦 大概是这样子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因为劳工他觉得 他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工作上面 事实上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然后跟资方去争取 但是没想到资方他就使出了这个杀手剑 那这一次再次的说明说 真的如果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交给劳资协商 或是交给现在台湾还比较这种 比较衰落一点 不是那么强大的工会的话 恐怕都有很大的问题 不过这一次这个美丽华球场其实有说 因为这个业务紧缩 然后他们也面临到亏损的问题 这似乎跟我们对于所谓的高尔夫球场的认知 是有一些些的差 因为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场 其实这个会去经营的 这背后大概都是一些大型的企业会为主 或者是说他们会去打球的 大概也都是一些这个社会地位不错 或是在经济能力不错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面临到亏损 而这种高尔夫球场的这种获利的模式 到底又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再来做相关的讨论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推幅会24号上午 针对板桥大关社区进行第三波拆除动作 表定九点动工 自救会原定在早上八点照开记者会 但怪手和警方凌晨时抢先包围现场 七点半提早开始动工 大关居民和声援者在优势警力下遭到排除 声援者潮挖土机丢纸烟雾弹已经撒明纸 其中有两人遭警方逮捕 五人被保护管束 而现场媒体也遭到警方阻挡拍摄采访 面对抗争 退服会表示 拆除的12户空屋都是为账户自愿点交 一切依法处理 未来也会持续和不同意拆迁户进行沟通 自救会则回应 这种说法遮掩了政府过往用民事诉讼提告 经济压力 巨额的罚款等 迫使这些住户搬迁 新上任的板桥荣家主任立宜刚说 希望自救会停止抗争 避免每次出动警力的便当费 也会被纳入法院进行拆除的执行费用中 自救会成员则痛批 大观社区抗争 就是如此被罚还诉讼和公权力重重压迫 劳基法修法后 轮班间隔时间最短 可从11小时缩短为8小时 卫福部23号召集医院资方代表 开会讨论适用条件 不过来自全台十多个护理产业工会代表 抢在会议前 到卫福部澄清抗议 质疑医疗财团可能会为了节省成本 更不愿补足人力 卫福部不应该沦为血汗帮凶 工会批评修法前卫福部信誓旦旦表示 将捍卫劳工权益 没想到修法后就召集一个医院资方代表 讨论劳基法第34条的诞书规定 过去护理人员常见白班 小夜班大夜班的花花班表 恐怕还会继续出现 不仅可能让医护过劳 也可能危急病患安全 对此为福部强调 除非有重大疫情或紧急突发事故 才可透过劳资协商缩短轮班间隔时间 如果有雇主违反规定 可以上网检举通报 21日一位来自印尼的外籍康护出面控诉 去年差一点遭到前雇主的父亲性侵 他逃离之后反而被对方控告窃盗罪 但针对性侵案件警方却没有侦办与通报 去年4月他感到无助因此回到印尼 7月时检察官针对窃盗罪传讯他未到 因此被列为通缉犯 12月他再度来台工作时 在机场被航警逮捕 当时承办的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对此回应 证讯画面显示 两人是在不同时间做笔录 没有同场接触的机会 外籍看护当时也没有提出性侵告诉 因此警方并未进行通报 警方目前已经对本案进行内部调查 商业团体则建议 应该在全面开放检警证讯时 有律师在场陪通 以避免类似案件再度发生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的这个大元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大官面临到这个拆迁的问题 虽然这一次拆的是这个统一户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官自救会也一样到现场去表达 他们对这样一种所谓的拆迁行动的这种不满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不只是这个警方跟这个 自救会发生的冲突 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 警方去阻止了这个记者的采访 那同时他也说 这是考虑到所谓的肖像权 考虑到个人隐私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了很多次 就是警方在执法又不是在做害羞的事情 而且从事公共事务的人 包括警察在内都必须要受到检验 更何况那个是一个公安事件 或者是一个公共议题的这个现场 当然记者要去做采访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事实上对警方的这种说法 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特别是最近这一年来 这种所谓的阻止记者采访的事情 越来越多 这个让人家很担心台湾的新闻自由 是不是受到了一些 越来越紧缩的这种所谓的状况 今天在节目现场 要跟大家来跟大家继续谈的是 美丽华高球场的这个罢工的这个问题 跟我们一起在线上聊天 是美丽华罢工小组的这个成员 同时也是宜兰产总的秘书长陈明珍 明珍你好 你好 刚刚在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有提到这个为什么 这些美丽华的这些员工 要罢工 那在这个罢工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资方也出来说明 他说 为什么会解雇呢 是因为我们面临到业务紧缩 而且我们这个获利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高尔夫球场应该是一个非常赚钱 而且通常是一个所谓的社会阶层 比较高的人 他才有可能去消费的地方 可不可以请明珍告诉我们说 到底这个美丽华他真的是亏钱吗 或者是说高尔夫球场他的获利的模式又是什么 好 就我们所知啊 高尔夫球场获利模式很难以他一年一年的收益来看 那这样子其实如果他以我每单场球去收的钱来看 他当然会觉得我赚的不多 那但是其实重点重的重点就是说 美丽华球场其实是整个台湾里面非常象征真荣的球场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要购买会员 就是要有求证 所谓的求证其实有点像股票 就是他买的其实是价值会涨的 他价值是会往上提的 他不是一个买了之后就买断的东西 那甚至很多人会买求证 然后再去转手卖给别人来赚钱 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 期货我积起来 然后我可以再转手再转手的一个投资物 所以我买下来其实是一个财产的概念 那求证一张呢 在美丽华的这几年半LGPA 然后整个声势炒起来之后 其实一张求证900万起跳 所以其实整个收入会放在他求证购买 光购入就是900多万1000万这个价格 那更何况其他的 比如说他们其实也在赚一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不断的办球赛 其实球赛在举办的时候并不一定会赚钱 因为他们是提供场地让主办单位来使用 他其实有点像赞助的概念 那但是为什么他要一直办呢 他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让整个美丽华球场的 他的知名度 价值提升来处理这个求证的价值再提升的问题 所以其实整个高尔富球产业 他的腹地这么大 他除了他其实你说他要真的透过就是个别的散户赚钱 他其实没有办法这样看 他其实就是求证的炒作 然后第二个就是土地 那这个部分土地其实在当时高尔富球场产业要整个引进台湾的时候 就很清楚嘛当时是李登辉把他引进来 那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包括土地或环保运动的抗议 那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身 但是我大概知道有这个背景 那那个时候其实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是金权嘛 因为能打的也是有钱人求证一张900万 那也是 然后引进的是政治人物 然后整个林口的山区开发非常多高尔富球场 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就是他征收农地嘛 他征收本来以这个农地为神的人 那我们甚至也知道说我们有些会员的 他的家族里面可能有一些人的土地是在这个球场之内 那是在当初被征收 然后结果他们的后代来这边工作的状况 所以其实他整个结构看起来 高尔富球场产业它的价值就在于 我可以拿球证来当做期货或股票 类似这样子的买卖来赚一手 那第二个就是土地 因为我的名声炒起来我的土地就会有价值 所以我们会让公司一直在托辞说亏损或没有钱 它是一种做账的方式啊 因为其实像周边的包括梅华的百货 或者是引成超级赚钱 那这个部分因为没有上市上贵 所以我们很难就是一般的朋友去检视他们的财务报表 那但是其实我们相信这些关系企业之所以会转投资这个土地跟球场 然后不断的办活动以抬高身价 但是办活动其实是会亏钱的这个状态 那他其实在赚的就是其他的周边的名声嘛 因为我美丽华球场名声越大 那包括大家去百货啊去搭摩天轮啊去影城 我其实会觉得这个美丽华响亮亮的名字 其实这个这几年来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 美丽华是一个很响亮的招牌嘛 那我认为整个家族企业是在看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单一面对到老子争议的时候 用单一球场的一些角度来看说亏损啊 要把员工裁员等等的 我们认为不是那么的适切这样子 也就是说即使万一这个所谓的球场 它可能是亏损 可是它其实是我们要必须要看的是一个整体的 这种球场为它带来的这种所谓的无形的价值 或者所谓社会价值 甚至是某种的社会声望 甚至它会造成某种政商关系的这个再复制 这也许是我们必须要再去关注的一个点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罢工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想工会这边也拉住了这个所谓的罢工线 那其实这个罢工线其实在很多时候就是要阻止 这个想要去上班的人 他没有办法正常上班 或者是他去做某种的这种所谓的干扰 不过这样一个举动经常也会引发这个所谓的想去上班人 因为这样子无法上班而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反效果 甚至发生的增值争议 你们怎么去看这样一个现象呢 其实罢工封锁线是在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就有规定了 我只要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就是要拉起罢工封锁线 那它的意义其实在于我要停止资方的生产嘛 所以其实它不免会遇到说我要把非会员 就非公会会员的员工挡在门外 因为你员工入场就是一般传统制造业就是会开始生产嘛 所以这个其实在你罢工就是要透过干扰营业的所得这件事情来造成效果 所以这个是必要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包括过去协助的很多场罢工 其实都会很坚持这个 就是你员工虽然你可能不是会员 然后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上班 但是这个也是整体的劳资争议里面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劳方其实是在为了劳工争取权益 那这个如果劳资的关系可以透过罢工被翻转更平等的话 其实对未来来其他的员工来说也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观点上面比较大的来谈说 全部的罢工服务线其实都是应该被拉起来 然后应该被支持的 但是想上班的人不能上班 会不会他们就会觉得我的权益是受到影响 你们罢工就是你们的事 我不想罢工不行吗 这个我觉得就像其实我们主管机关 也都有提到啦 就是这个资方那如果是这样 其实员工应该是要求资方赶快把问题解决 比如以美华为例的话 就是如果接下来公司的手段都是我要 我要外包就外包 我要派钱就派钱 然后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抗争 或者是劳资争议的方式来挡下来的话 接下来其他的员工也可能非常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老板要老板如果快速解决 那其实员工所谓的我上班受到影响这件事情也会降低 那第二个就是呃如果呃我的老板都是正常的来聘估我的员工的话 基本上月薪制的部分呃不能因为我爸 我因为我因为罢工所以没有办法去上班而来扣薪水 他应该都是要呃实际的合发月薪给这些就算没有参与罢工的成员这样子对 嗯哼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罢工的行动当中 其实我们刚刚除了提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正职的员工 其实他可能对罢工有一些不同意见之外 事实上还有一个就是呃这个所谓的美丽华 这个这个球场里面的这些干地哦 这干地其实也去进行的相关抗议哦 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不我不要懂工会工会关我什么事情 我要工作赚钱哦 那当然因为你们罢工时的他们没有办法赚钱 那有人会觉得说对啊你们连累了他们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是落落相残 那干地在这个美丽华的这个球场球场里面 他们我们知道他当然是在做他本来的执勤的工作 可是他们的劳固关系也跟你是一样的吗 他们很有趣哦 其实不止美丽华就所有高额富球产业的干地 都是被雇主处理成是自然人的承烂的关系 什么叫承烂关系就是我我报一个业务给你 然后你把它做完可是我没有聘估你 所以顾名思义我这个老板你就不是我的员工 然后我也不用帮你把劳保保健保我也不用提拨退休金 那为什么干地会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意见 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按键记筹的方式 就是你用来做你才有钱 因为他就是把你放承烂 但是其实包括去年开始我们也有帮忙的 家福娱乐企业工会就是他们美丽华隔壁的幸福球场里面的干地 他们其实当时成立工会是希望可以争取雇佣关系的确认 因为其实幸福球场的翻表就很明确 他们就签到签退 然后并且他们都是受资方的指挥监督跟排班的 所以这些干地按理说到我们就劳动法的观点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雇佣关系 那甚至过去包括百灵娱乐公司的球场以及生阳球场 这一些球场的干地也有人是在退休之后去进行民事诉讼 那为什么他要在退休的时候进行民事诉讼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因为如果资方不承认他们是雇佣关系 是承烂关系的话 雇主是没有义务提拨退休金的 所以这些人在退休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大笔退休金 那所以这些人才会去打诉讼 那这个在法院里面都是判胜诉的 那胜诉的意思就是老板要给你退休金 那老板要给你退休金的意思就是 他是你的员工 对所以其实包括去年那个家福娱乐 这边的工会去抗争 那新北市政府也做出一个比较对劳房有利的财阀 他是说应该资地跟这个幸福球场是雇佣关系 那所以回到这个资地的问题 他其实源头中的源头就是美丽华 美丽华球场应该要直接聘估这些赶地 以及大量的高尔夫球产业不应该用这种规避了市成本的方式来聘估赶地 赶地就是他应该是要是直接雇佣的 但这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家福组成工会之前都一直没有被发现 那其实家福也为了要被确认雇佣关系打了非常长的仗 然后现在也在打诉讼那非常可惜 可能球场的资方都蛮恶劣的 就是幸福球场也把他们给解雇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做诉讼跟抗争当中 那所以我们其实主张就是这也是资方的问题 不管是正职还是赶地的员工 那第一个赶地你应该直接确认是雇佣关系 然后并且就像给正职员工一样 还是要照样给他们月薪 那这样其实就不会有所谓我年关讲过 然后我没有薪水的问题 那这也是资方应该要长期面对的一个 高尔夫球产业的漏息的处理这样子 看起来这个产业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 它的雇佣关系也有点点的这种复杂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看起来 不管它在实际上的营运 或者是它转换成为一种所谓的社会资本 政治资本的这一种所谓的高尔夫球的营运的模式 但是你会发现它在这个聘雇员工的时候 其实还是以它的这个所谓的成本作为考量 而这成本考量其实常常在这个违法的边缘 甚至也去让这些员工的权益受到的一些严重的损害 那在这里可能抗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会也要闯进这个美丽华百乐园 可是虽然这两个名称是一样 但是他们其实应该是不同的事业体 那这样子冲进去是合宜的吗 或者是这样冲进去 你们的目的跟想要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手段 其实当时到美丽华百乐园 已经是罢工第三天的下午了 那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这些百货公司包括我刚刚讲到银城 其实都是黄世杰董事长 其实他都有持有股份的 其实美丽华是一个家族事业 那大家如果去对照他们的董监事名单 其实这一些事业单位 虽然是登记是不同的事业单位 但是他其实董监事的名单是高度重叠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乘抗 那主要是因为在美丽华球场 包括解雇 然后工会在这一段时间进行调节 一直到罢工的第三天 其实董事长黄世杰都一直没有出面 所以我们其实当天去百乐园的诉求 就是要歇讯黄世杰董事长 因为唯有他才有决定权 来决定这些产物人员有没有办法 要回他们的工作权 所以其实去到百乐园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顾客 但是唯有透过去再去干扰 其实他跟黄世杰可能会除了股份 有赚钱的单位 然后造成一些效果 那他才有可能真的来面对老公 因为我们已经都在 整个美丽华球场前面罢工三天了 那过程中也其实调解啊 或者是各种沟通 我们也希望可以赶快来协商 这个工作权的部分 但是因为董事长没有意愿 所以我们才会来做这个承抗的活动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 事实上刚刚提到的董事长必不见面 那其实资方看起来这个态度还蛮强硬的 那又面临到在同样的一个公司里面的不同的员工受雇者之间的一些所谓的争议 甚至是一种紧张的关系 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工会当然还是会继续坚持诉求 那至于整个赶地跟高的富球场产业的这个屁股问题 其实我们也会在后续希望有一些 有一些研讨的动作 因为其实这两年包括赶地出来开记者会说是案件记筹 他不懂工会嘛 那在更前面加副工会甚至是直接成立来要求雇主 确认雇佣关系 那其实他就打开了整个高的富球产业的死角 其实过去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有机会来处理这个产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1月昨天啊 我们昨天到劳动部前面开记者会 其实就是希望劳动部针对高的富球产业的这个漏息 来进行劳检进行辅导跟改善 那我认为他是借此来把这个结构问题整个处理掉 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美丽华工会的部分 我们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在过程中呼吁 就是还没有入会的会员 不管你是不是产物 不管你接下来会不会很将近的被资钱 但是家务工会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这我们也是不会放弃 就算他们可能一时之间有骂工会党工作权 但是我认为那个都是过程 就是我们也会很努力的沟通 然后希望他们也可以跟工会这边站在一起 那我们就是会不管未来 如果工会这个罢工成功 我们会希望延续工会 然后把工会的力量撞大 那员工过去可能在职场 不管是加班费没被给付 或者是受到委屈都 工会都会希望为大家出气这样子 对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娱乐产业 或者是一些文化产业 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 你在里头消费是让你非常舒服的 或者是让你非常开心的 可是在这种所谓的产业类背后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阴暗的角落 甚至有很多的劳工在暗夜里面是在哭泣 因为他们受到的这种所谓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他也不像我们看到这么光鲜的部分 而任何一种光鲜任何一种辉煌背后事实上都有很多的劳工在这里支撑 让他能够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消费的同时 其实恐怕也得要回过头来关心这些 在背后非常重要的这些劳工 他们劳动条件是不是合理 他们的劳动条件是不是非常得到的这个保障 今天非常谢谢来宾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继续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好谢谢老师 我们下礼拜